据白旗就代表认输聂阿兜,人民应敞开双手向上舱祷告。 虽然在政府实施全面封锁已将近一个月,但国内新确诊病例依然严峻,造成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,面对经济压力,失业等多重打击。 尽管如此,不过人间有爱,今早开始社交媒体开始流传一个Bandera PUTYG白旗运动,并呼吁有需要的人在家树立白色旗子,让周围的人伸出援手。 然而,此举却遭到一党中委聂阿兜的反对党因他认为,民众在面对上舱考验时,应敞开双手向上舱祷告,而不是教导他人举白旗认输。 他今日在面子书指出,人民不应在遇到困难时高举白旗,因为这代表认输。 他说,举起双手向他祷告,这才是面对生活考验时的力量和乐观旗帜。 所以,请别教导人民举白旗,在面对考验的时候认输。 此外,他也在贴文中附上上舱照顾我们,马来西亚乐观标记。 较早前,基于政府的无能,因此,民间渐渐形成自救运动。 他们呼吁,那些需食物援助的人,在家门外挂上白旗,以示发布求救讯号。 这场自救运动是在何时和如何发起暂时不得而知,单打从昨天下午,就有越来越多人开始互传讯息。 而且,这些短讯内容通常伴随提醒,劝告人们面对困境时,不要采取激烈行动。 另外,基于爱于宗教和文化不一样,这项活动在一部分的华裔网友眼里,却有不同感受。 放心够,网友陈汉全指出,大部分的年轻华人是百无禁忌的,不过老一辈的华人,对于门前挂白,这意思就是有丧事的意思。 此外,网友Zo Kuzban 则认为,恐怕人家误会以为是那家人做白事丧礼,没有人敢靠近他们。 网友邓伟强说,拿个纸牌写下缺粮,缺钱,SOS不是更好吗?这挂白旗,人家只以为你家有人挂,去世了吧了。 不过,还是有部分网友看不过眼,网友Lulis Wan留言,为什么一个白布,都会让那么多酸民来酸呢? 网友Crystal Chupik,匡称,政府每次的什么拨款什么援助金都是多余的,没有一次真正的帮到人民。 只把他们自己的口袋填满满,人民连草都没得吃了,还好有这些热心人士,真的要谢谢你们。 新疫情肆虐我国超过一年,各阶段行动管制令,及全面封锁,造成很多人面对经济压力。 我国有网民在推特发起,Bandera PUTH,居白旗互助运动,忽畜遇到生计困难的人,在家门口或显眼处挂上白旗或白布,让附近有能力的邻居及时伸出援手。 这项互助运动,也引起了不少我国网民的功名,并帮忙转发宣传,有些网民也将之形容,为及时,且温暖人心的运动。 另有网民提到,大家不要将这项举白旗,运动权势传统认知中的失败或投降,应将其视为,需要支持的一种方式。 这项举白旗互助运动建议,所有面对生计困难,没有食物温饱的人,不要对目前的处境,感到羞耻及压力。 举白旗互助运动的宣传海报也写道,有困难者不需要祈求,只需要挂白旗,让那些有能力又远易提供援助的人来协助。 如果你在食物及生活必需品方面需要援助,请在家举白旗求助,不要采取任何会伤害自己及家人的行动。 这项互助运动,使几乎过国疫情依然严峻,很多经济领域,重气却似乎遥遥无期。 因此,建议在这段艰难的时段,有能力的人,可以及时协助相生计面对困难者,一起分担相关人士的问题和困境。 在世界各地,举白旗标志投降过一核,而实际上连古战争中,使用白旗代表的是要求休战,进行谈判,而不表示投降,不过后来人们渐渐,把在战争中打出白旗的举动认为,是投降的标志,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。 这项运动,似乎也是,我们照顾我们,互助运动的延续。 该运动,在去年疫情开始时曾短暂,在社交媒体传开,一直到政府后来之用,有关口号后,有关运动就停止下来了。